大家好,我是卡姐 一直以來有朋友叫我分享玉兒的心得 其實是沒有什麼心得的 她說你又要上班,又要看著幾個小孩子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又記得幾多幾多 因為我的小孩子實在太大了 過去了很久的這些時間 玉兒這些時間 因為我大孩子都成四十歲出頭了 有很多朋友說 小孩子大大的不願跟父母出來去社交 怎樣社交呢? 其實只是約幾家朋友一起去郊遊 或者是喝茶吃飯 或者是互相去大家的家裡做派對 有時候小孩子都希望自己獨處 如果她已經到了法定年齡可以單獨在家裡 那你偶爾就讓小孩子在家裡 不一定每次都要帶著她們出去 但是有一件事 我就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小孩子 她一次兩次在家裡 還可以 如果她每次都非常抗拒 跟著父母出去和朋友一起見面 吃下飯 有時候要找一下原因 因為很多父母帶小孩子出去的時候 特別是男孩子 有時候比較反叛 或者是跳皮搗蛋 出到去 可能行為 舉止 就未必好像 父母期待一樣 乖乖的坐在那裡 正正的 不是的 如果小孩子偶爾有些不禮貌 或者是有些行為 令到很尷尬的時候 有很多父母在這個時刻 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就在大庭廣眾裡 去訓斥自己的小孩子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小孩子他也要面子 如果他被父母訓斥過 他就記得 你再叫他下次 又去見那些人的時候 他又覺得很難為情 所以他就會很抗拒 但是我們也希望 小孩子出去和別人多些接觸 在很多活動場合裡面 在父母的陪同下 就希望他和不同年齡的人 去接觸 就有利他他日 出去社會 就知道怎樣去處理 那個人際關係 如果 那些父母 是要學令小孩子 當眾學令他 可能他們會安靜了 他們的行為 就制止了 但是那些小孩子 他要記住 學得很沒面子 所以 下次 他就 不會出來 所以 我們也要很注意 如果小孩子是這樣的 最好 就靜靜地 拉在他一邊 跟小孩子說 你剛好 你剛好 就不太好 這個 出到來 人家個個 就不是看你 會覺得媽媽 教小孩子 很沒家教 那是媽媽 是失禮 你知道嗎 你要做個好榜樣 做一個乖的兒子 對不對 這次的不禮貌 就當你未認識 那下次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你以這種方法去跟他說 就不要每次當著他面訓斥他 小孩子很純真的 但是心靈也很脆弱 他們跳皮倒彈也好 有時候都是想表現自己的 所以做父母就要 循循善友 跟他說道理 那如果當眾雜馬 我覺得真的很不合適 會影響到他們的情緒 其實我們大人也有情緒 有壓力 有時候大人自己也不知道 怎樣去排解 所以很多大人也有出現 精神方面的問題 那小孩子也是一樣的 如果他躲在房間裡不出來 或者是在那裡哭 我們第一時間去檢查他的身體 看看他有沒有哪裏不舒服 不要只聽小孩子說 沒有不舒服 你不可以聽他說 你由頭檢查到他 到腳趾尾 如果都不是身體上的不舒服 就讓小孩子繼續發洩一段時間 因為他情緒要發洩出來 他才覺得是舒暢 其實人也是一樣的 大人也是一樣的 然後你就在旁邊 遞張紙巾給他 或者是擁抱一下他 就跟他說 媽媽看到你哭 都很傷心 你可不可以跟媽媽說 你或者希望媽媽能夠做到些什麼呢 其實小孩子就不外乎 就是學校同學的事 或者老師錯怪了他 如果讓小孩子願意闖開心飛跟你分享 有助他他日真的長大 他有什麼事都願意告訴你 你就要學習做一個好的聆聽者 不要加入自己很多主觀的意見 理智人的作為父母 媽媽認為是這樣可不可行呢 以一種分析事件的一種態度 千萬不要動一點去指責他 一指責他 小孩子就收口了 以後他什麼都不會跟你說的 你也不知道他在學校做什麼 所以其實很多我不可以說我自己的心得 其實我都不是說一出生就做媽媽 我一出生就懂怎樣去管教小孩子的 其實就看很多書 家裡的長輩都看他怎樣做 但是我那個年代我自己父母那些 真的不看佛你都算是偷笑那種的 但是你在加拿大你不可以有看佛 你也都希望教好的小孩子 你就要給出很多很多的耐性 很多很多的聆聽給他 他才會跟你說分享他自己的事 所以這些點點滴滴 我記得就講幾多 因為我現在的孫子都很大 小孩子都是天真順良的 看看我們怎樣教的 其實他好像張白紙一樣 下次再講 大家好 今天阿塔姐去了菲薩街 相信住在蘭菲薩街的人 對菲薩街不陌生 我今天在菲薩街見到一間專門賣熟菜 也有燒辣賣的一間店 很便宜 做一些餐點 也非常便宜 買了這個就是椒鹽豬扒 這個就是豉油雞 這個就是豉油雞 這個就是椒鹽雞腿 不拆了 我手全部都是油 買了三樣 它有海鮮 海鮮應該是同價的 为什么没有买海鲜呢? 因为海鲜我自己做得到 煮海鲜我是没问题的 但是又是椒盐猪扒 又是豉油鸡 又是椒盐鸡腿 这些东西不是吃很多 就无需在家做 还有我买了两盒腸粉 它的腸粉和酒楼拉的腸粉 真的一样 我买了一个虾腸 买了一个牛肉腸 我觉得很漂亮 是不是和酒楼一样 还比我去唐人街的一间 有时我们除了唐人街 也要出去看看有哪里有好东西 我最喜欢哨街 我觉得它不错 好像酒楼一样 它只是卖4.99 我今天看到的咸水果 非常棒 我想主理这间店的师傅 应该是以前自己做酒楼 或者是做大厨 这间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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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油腾腾 油腾腾 没有办法 就在这里 在飞沙街 有地址电话 这间店 这间叫做永香美食菜馆 有烧鸭 有烧鸭 还有豉油鸡 有得买的 应该是41-49 有中间的 荷圆鸡 在左紧 就不会失去 我觉得挺好 而且价钱也挺划算的 我这个五个多 这是一个中的中的中的尺寸 你要一个小的 你还要小的 我觉得小就太小了 如果你说不想在家 做这些油炸东西 吃得很多的时候 我订阅你 真的出去买好 不是吃得多 而且价钱也不是很贵 每次去开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荷圆鸡 吃一碗牛腾面 那种牛腾面 那种味道 就会让我想起 以前香港的牛腾面铺 是广东人认识的 香港现在吃云吞面 牛腾河 都有分开潮州 潮州店 吃鱼蛋 牛腾河 我在电器道 天后地铁站 拍景台后面那条街 叫什么 遮牛腾河 那些味道不是我想吃的 我记忆之中 香港牛腾面那种味道 我不知道那间店 还有没有在 以前你说吃那些 香港式 粤式的牛腾面 你走过店铺 在街前面 它是街铺 你在街前走过 你都闻到那股 炆牛腾的味道 是非常香的 琪姐就不太会煮中餐 我认识 我认识 它应该是有一些 磨屎杖之类的东西 下去炆 你回到香港 有时你想上大陆 你就要去换回乡证 换回乡证 很多人要是去湾仔那间 要是去北角渣华道 那间中旅社 湾仔那间 就很逼人 又要拿丑 又要等多久 很多人都会去北角渣华道 即是北角渣华道 北角渣华道 那附近有一间中旅社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是没有那么多人排的 很多人拿到丑之后 起码都有一个多两个小时 才能排到你 你才回去 你才回去 窗口里帝表 交照 你做快精 你不做快精 你不做快精 你去哪时拿 那里很多人拿到丑之后 那里有一条横街 就是吃那个牛腩面 真的你走过 那个店门口 你已经闻到那股 炖牛腩那些 真的非常之香 Vancouver 吃牛腩面的地方 是相当多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要吃那种 港式的 或者粤式 广东人吃开的 或者是 香港人吃开的 那种 牛腩面那种味道 很传统的那种味道 你就是只有何元忌 那我今天去吃 见到他用牛腩条来做 你可以叫牛腩面 或者如果你说 我不吃面 牛腩可 或者牛腩饭都可以 挺好吃的 我今天 约了朋友见面 我就去了冠宝 冠宝 冠宝现在有茶饮 以前也有茶饮 但是有一段时间 他就不做茶饰了 点心如何 没有了近时的水准 那就没办法的 现在 现在请的点心师傅 很好的 你要给很贵的人工 因为 牙姐自己也做过餐馆 就知道了 你就是 邀请厉害的厨 付出那个人工 给他 很贵 你才可以邀请到好的师傅 如果有很多 自己在酒楼 做开的 自己一个人出来 再去 开店打天下 那些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 去主打做厨 其他再是 请一些 帮助 冠宝 我其实也有十多二十年 都少去那里喝茶 以前我是常常去的 因为我的小孩 我的子女 未到美国之前 我家虽然是主打吃西餐 但是我的小孩 我带领之下 就全部人 吃中餐 吃到真的 出神入化 你哪里好吃 他都知道 现在他们下了美国之后 吃点心 找回温哥华 近时 他们的成长 那个年代 温哥华的酒楼 已经相当有水准 像是三藩市喝茶 都未必 是 有间间酒楼 就似回温哥华的水准 这是一个很老实的说话 所以到美国 我一直都在说 在美国最好是吃西餐 西班牙菜 意大利菜 你吃那些 如果你说吃中餐来说 你吃好的 是有点贵 我在三藩市 我也是探家人 在三藩市的酒楼 喝茶吃饭 找一间酒楼 比较有水准些 是不便宜的 温哥华 都差不多 你自己慢慢去吃 慢慢比较 好了 我现在要收拾好桌面的东西 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